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来到节目现场吗 所以大家在考虑问题的同时 要考虑到一个因素 环境真的会影响一个人 如果她的那个环境 大部分人是用美貌用来消费 用来交易 那么出于你而不然 怎么说也算是一种品质 所以说她这个姑娘 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这算她的优点 但没办法选择题 还是要交给她的婆婆 她婆婆今天会来到现场吗 我们拭目以待 来 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来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婆婆今天还是不来 你怎么办 其实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如果今天她不来 起码说过后 她在电视上也能看到 我就是想让她看到 我的真诚和我的决心 如果婆婆来了之后 说一些很不堪的话 甚至有侮辱性的言语 你能受得了吗 受不了也得受啊 那毕竟是长辈 那么相反 婆婆来了没有侮辱你 不骂你 哭哭哀求 离开我儿子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意义 你更不能推死了 你怎么办 我正要跟她说一句话 如果您是真爱您儿子 那也希望您尊重您儿子 那她马上会说 难道我不比你更爱我的儿子吗 那如果您儿子更爱您的话 为什么您儿子还是选择我呢 如果她儿子今天在现场就磨磨叽叽 他就没有表态 你怎么办 那我就跟她牵手 好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我 我感觉不是我未来的 为什么 你看她那样 职业车磨 让人听了 我是接受不了的 而且 不要说阿姨 我的职业 我并不觉得我职业有什么错 你穿得多么暴怒啊 现在谁喜欢车磨呀 整天在外面 有时候半年 两三个月都不回来 谁知道你今天在外面干嘛呀 您不知道 您儿子知道啊 我每一天都生活 跟她生活在一起 而且我忙碌的时候 我只要有空 都是跟她通话 她知道我的原因 你现在就每天跟她生活在一起 可见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爷女孩 如果我是爷女孩 我就不止跟您儿子一个人在一起了 如果她不是您儿子的女朋友 就这样好看吗 太暴露了 我不喜欢 我绝对不喜欢 我今天带台天去让她知道 这是我儿媳妇 未来儿媳妇 你是在示威 示威的 示威的 我是就让她知道 她和我这个儿媳妇 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不可能的 你就是那第三者 我跟你说 我第三者阿姨 请您注意您的勇气 我给你说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家的田田 和我儿子啊 早就成为儿媳妇了 就是因为给山峰点火 阿姨 你说得太过分了 首先 我跟她在一起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 她交了两个女朋友 无论什么原因 我如果知道的话 我是不可能跟她在一起的 而且过后她也说了 她不喜欢田田 是您以为你家给她的 她是为了尊敬您才这样 您能不能尊敬一下您儿子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